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样子的绣球花苞有点发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第一个呢,是品种原因,大部分的品顶绣球 它中间这样子的小花苞一般都是打不开的 所以说它就比较容易像这样子变黑,慢慢枯掉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新老制开花的绣球 像这个花芽,它其实是去年秋天就已经形成了 因为去年秋天温度不合适 所以它秋天的那一波花没有开,这个花苞一直推迟 推迟到今年春天,它才慢慢的打开 所以说冬天温度太低,把这个去年秋天已经形成的花苞 给它冻伤掉了,所以春天再开,就像这样子直接发黑掉 第三个原因呢,是病虫害,像牙虫和绣马 它都是危害嫩尖嫩牙嫩花苞的 所以说如果有牙虫跟绣马的话 它里面的这种小花苞也会慢慢的变黑 第四点呢,就是光照太强 如果我们收到货的小苗就是像这样子 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花苞了 如果外界的光照是特别晒 就是人的皮肤在外面都已经感觉到有灼伤的那种感觉的话 那这个花苞对它来说就已经是非常晒 我们就要遮阴了 第五个原因呢,就是花苞上面积水、积肥和积了农药 像阴天,我们如果浇水的时候给花苞上淋了水 这个花苞上面的水一直干不了 所以说这上面积水时间太长 就容易把这个花苞给泡烂 还有我们在浇肥的时候,如果肥的浓度过高 配农药的时候,农药的浓度过高 喷到这个花苞上面 如果是晴天,它一下子就把这个上面的水给晒干 那么浓度高就把这个花苞给晒伤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阴天如果浇到花苞里面的肥和农药不能及时干 也是容易把这个花苞给泡烂掉的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缺水缺的太严重了 如果像这样子已经打开的这种大花苞 我们在期间是一定要及时去浇水的 浇水不及时 那么它的根系缺水严重 也会慢慢的反应到花苞上面 就像这样的花苞会变干掉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根系出问题了 像我们在它刚开始有扫花苞的时候 这个盆土不能太湿 如果积水严重的话 它会把它的根系给泡烂 也会慢慢反应到花苞上面 花苞就会像这样子慢慢的开始变黑 还有一个呢,就是肥害 如果刚有花苞 我们比较着急肥的浓度给的太高的话 把根系烧伤,根系出现肥害 也会慢慢反应到花苞上面 就像这样子 总结的来说呢,让花苞发黑有七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原因去进行对比 后面调整一下自己的养护哈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除了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赞关注转发吧 拜拜